消防局貨爆民眾受困沙舟 氣墊船出動 三號上午六點十三分 消防局接貨通報 河水暴漲有人受困沙舟 出動各式消防車十輛 船艇三臺消防人員二十二人 前往竹塘鄉 臺十九線自強大橋下了沙舟 將一名想要搶收西瓜的瓜農 救回岸邊 到達現場以後發現 有一民眾受困在這個河床中間的沙舟 我們消防局立即下這一個船艇 氣墊船將這個人員就上岸 瓜農擔心蠔雨造成西瓜損失 想在吸水上漲之前搶收 沒想到受困沙舟 幸好即時通報減回一命 記者綜合報導